就找不到之後 然後我後來去她房間發現 垃圾 對 包裝紙 而且打開裡面沒有東西了 就在她房間裡面 我想說怎麼會這樣子 我說妳怎麼吃我東西 妳不是不吃嗎 她說妳以為我想吃 我就肚子餓啊 我就想說妳肚子餓 妳可以去吃別的東西啊 為什麼要來吃我 我想要買的餅乾這樣子 愛吃假小心 對 我就覺得妳也太誇張了吧 就是妳可能明明當下就想吃 或者是如果你自己肚子餓 家裡有這麼多東西 妳都可以吃飯 麵包 麵那些都可以 妳為什麼要去吃一個 我可能這短期間內 再也買不到的東西 就譬如說某個 限量的 對 限量的 或某個國家的名產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就很不爽 我就說那妳這樣子 我怎麼可能再買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我老公說 好...就一包餅乾 有什麼大不了的 就大不然下次 我真的買多一點給妳嗎 我還想說下次是什麼時候 就是在國外買的 你可能就是要再等很久 你才有可能再到國外去買 所以妳比較小心眼 不是 不想你講出來 不是啦 我們又不是沒有... 不是這個 不是啦 我不是沒有問他 我才賣光下 你要講不喜歡分享 不喜歡分享 我不是不喜歡分享是 失誤啦 不喜歡 對... 這是我愛的 這是我愛的 就是又不是沒有問你 老公想要試試看新口味 對啊 那我就問他 當下你要不要買的時候 他又說不要 對 我覺得很多男生是會這樣 對 我吃了你的 他就覺得你是我老婆 你一定很愛我 我就吃了你的又怎樣 他會希望我們不生氣 然後在外面講出來 好像我又為了一包餅乾 好像很小細一樣 對 是滿大方的 算了啦 算了 又要越黑 算了 算了 沒有 不是好不好 阿Ben了 好 厲害了 我的另外一個底線是 不看場 這個不看場是什麼意思 講話不看場 你知道當了媽的人 講話尺度 狂 就是一個大 對不對 然後幾個姊妹套聚在一起 都是人妻的時候 那個尺度之寬 然後幾個 我們進去都會害羞 對 然後他有幾次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就跟幾個圈內的媽媽們 然後一起 因為小朋友送幼稚園的 下午就沒事 就可以喝下午茶之類的 然後跟幾個媽媽 就坐在咖啡廳裡面 她說問我要不要去 我說好 那我去喝個咖啡好了 一坐下來 三四個女的媽媽 全部都在聊說 她們哺乳完之後 乳頭的顏色之類的 然後炸死了 你在咖啡廳 你點打鐵是不是 聊這種事情 在咖啡廳 然後旁邊都有一堆個人 在聽 有那麼多很大 對 然後又是公眾場合 然後又是公眾人物 你在外面去聊這些事情 然後我當下就臉就有點 越...越臭...這樣 然後後來回到家之後 還被他罵 你是不是一種不信 我想看人的 沒有啦 沒有看人的 我也不想要有畫面 其他東西 好不好 想要那些聽的人的 腦袋裡面有畫面 對 有畫面 然後當下我臉就很臭很臭很臭 然後他也發現 他回到家之後 他反而他罵我 他罵我說 你怎麼臉這麼臭 參加我們姐妹的聚會 為什麼要臉那麼臭幹嘛 對 你要參與討論 他覺得說我在外面臭臉 讓他沒有面子 沒有融入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不是 你們在外面這樣講 旁邊人都會在聽 然後就說沒關係 大家已經當芭蕾 有什麼所謂 無所謂 我說好 沒關係 你就繼續這樣吧 後來幾次 他又是真的這樣約了出去 再聊一些可能八卦事情或幹嘛的 好死不死隔壁那座剛好是我朋友 打上傳點訊給我說 我看到你老婆在跟別人喝咖啡 我說是 我知道 我說是奶奶女的 我要故意問她 他說沒有啦 跟幾個媽媽一起喝咖啡這樣 然後後來在當天晚上 我朋友馬上就PO在Facebook上面 他就講說 現在女藝人 她打字而已 她沒有拍照片 現在女藝人講話尺度真的越來越大了 然後打卡點就是他們去喝咖啡 喝下午茶那間咖啡廳 然後我一看到就好 我說機會來了 好啦 我機會教育一下 我就直接拿給小口看 我說妳看 妳看 妳看 被說話了 對 被說話了吧 被我朋友聽到了 然後一看到之後 他發現事態不對 他說好啦 那之後我 上去留言 關妳屁事 這女朋友在那頂嘴 沒有 機會教育完之後他說 好啦 以後在外面 他會收獻一點 他不會講話那麼的大蠟蠟 對 然後比如說話題之類的 如果要講這種私密話題 可能就在家裡面講就好 就不會在公共場合這樣這樣 對不對 你知道我有一次坐電梯的時候 然後我進去 因為我好像在顧著看東西 還是什麼進去 我沒有看電梯裡面有其他人 然後我跟我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她就是瀏海油油的這樣 一條一條一條 我說你瀏海好油 我真的很像禿頭 然後我朋友就說 然後我就看我後面 一個禿頭 好啦 起訴 不是 而且它也是那種就是 全天過寒 就是也是這種油的這種 完全半邊到右半邊 一模一樣 然後當下空氣凝結 好尷尬 度日如年 我到四樓我覺得 天啊 我是坐到五十樓嗎 還是什麼 很濕的 超濕的 但我真的沒有注意看到 這就跟小片的時候也是一樣 尿快點好不好 自己捧著 尿快點好不好 旁邊唄一唄 尿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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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比較快點好不好 旁邊的阿伯 你有沒有說來什麼 好尷尬 不是說你 我說我 好尷尬 講話真的要看到 不是故意的啦 不是故意的 對 尿不出來 但是我覺得我老公最可怕的就是 他很會只顧自己 而且我覺得 他只顧自己很可怕的事一點就是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19度 冷氣 冷氣 冷氣要控制 對 你們有人開冷氣開19度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它是開最強的 很舒服 超舒服的 這太辣 你今天晚上去我們家跟他睡 我也是喜歡 我跟廖哥睡 你喜歡冷一點 但是你知道嗎 我一個晚上要冷受19度 強風到清晨早上 一個晚上 太冷了 我那個感冒 我的房間就像冷凍室一樣 對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就是一個 那個溫差調節很差的人 因為我腳上線過地 所以我的皮膚的溫差調節很弱 我老公就是那一種 他需要很冷的地方 然後蓋很厚的棉被 他覺得這樣很舒服 我很舒服 你晚上通通去跟他睡 不是 從我結婚的時候 就跟他講說不要這樣開 我說第一 我們要省電 我們要開到23 4度 其實已經算 人家都要縮到26度 我說那你開到22 23 已經比人家冷了 那我們就開個電風這樣吹 不行 他說他不喜歡吹風 所以我們家的房間 是不能有風的 所以他要把冷氣開很低 然後這樣睡 問題 你往往睡著 你會忘記起來關 他都會跟我講 我等一下起來關 可是每一次都晚上 我不知道起來幾趟 因為真的很冷 我冷到我要拿毛巾蓋頭 我要戴口罩 太辛苦了 對 我們兩個一人一條被子 我要這樣把自己捲起來 然後戴口罩 然後頭會冷 是在冰大體嗎 還是... 因為我會很冷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到現在 穿長袖長褲睡覺 真的假的 因為真的很冷 他喜歡這樣睡 他喜歡這樣睡 我怎麼講都沒有用 然後我有一陣子就是 他睡著的時候 我就起來偷偷把它調 調到22 然後調微風這樣 我覺得至少這樣到早上 還是涼 對 我沒有把你關掉 但至少還是涼 他會知道嗎 他知道 他隔天就說 微風不只是個廣場 幹嘛 因為他早上他就跟我講說 你為什麼要動我的冷氣 我說 因為睡著了很涼 他說不是 你這樣 忽然變熱他就醒了 然後他說 我這樣我就不好再入睡 他說你這樣子調我的冷氣 害我不能好好睡覺 所以他就是不准我調冷氣 你知道嗎 所以有考慮要分房睡這種事情 我跟你講 我那時候就是 怎麼樣睡我都不舒服 我穿衣服也不行 我戴口罩也不行 然後我到後來 有一陣子在穿襪子 你知道嗎 大熱天三十幾度 我穿個襪子在我們家有神經病 因為半夜起來你要尿尿 你穿襪子很容易跌倒 我到後來真的很生氣 我有一度真的就到客廳去睡 我就在那邊 因為變得我睡不好 太冷其實也不好睡 你知道嗎 會睡不著 然後我到後來就是到客廳去睡 然後他晚上起來 旁邊沒人他還會發現 他就是那一種 你不在 你出國不在 不是因為很愛你 是因為他睡不好 因為他旁邊沒有人 他會睡不好 你知道嗎 一種孤寂 孤單 對 他那種孤單 他很怕那種感覺 所以他一看旁邊沒人 他就出來找 他說你幹嘛這樣子 到房間來睡 你幹嘛不在房間睡 你這樣害我又起床 就變成我到外面去睡 也要害他睡不好 都是我的錯 你知道嗎 防寒衣可以潛水 我蓋什麼 三十幾度外面 然後在房間裡面 雙就跑到外面 好像羽毛外套 那一次真的是跑到外面之後 他才意識到說 原來真的冷到我是不能冷氣 折衷了 22 23差不多 女生大部分都怕冷 真的 怕冷 對 其實我另外一個 其實應該是咪咪的點 是我吵架的時候 對 因為這一招在 你已經登山去了是嗎 對 回歸佛祖 不是啦 以前我覺得在婚前的時候 還滿有用 但現在婚後以後 大概真的是越來越皮 這招已經越來越沒有效果 我想說這樣不行 這樣讓他知道說護長還是我 所以有一次他也是 做錯什麼事 把家裡這樣搞得差點失火這樣 因為那個火忘了瓦斯 瓦斯瓦關 我就覺得很生氣 不能再這樣 家裡有小孩很危險 所以我就帶著我女兒 然後兩個 因為我大概我就不好幫她坐車 因為她在所謂的安全車的後面 所以我們就搭上了那個 隨便搭上一個沒有目的的公車 我想說去跟我女兒去流浪 也滿浪漫的 結果我不曉得那個 你何必拖著女兒 沒有 就感覺很感動 就兒子的大玩那種感覺 我們一起流浪天涯 你有沒有想過女兒不願意 我女兒好愛一起征服世界 沒有 她沒有帶她女兒的話 她真的就是不管她 我會換事 所以我一坐車坐到金門 我都不管她 對 然後我就想要上車了 反正就跟女兒一起流浪一下 對 但我妹妹看到說 那一班是從內湖往林口的 而且是直達車 然後我就完蛋了 然後因為我上車以後 開上高速公路才知道說 原來是直達車 重點是我什麼東西都沒帶 就是女兒的那個水壺 然後尿布什麼都沒帶 所以我想說完蛋了 硬派了 對 然後那個手機 以前都是會一直這樣打來的 然後那一次 她可能也真的生氣到 所以就真的沒有打來 所以我跟你講 男人如果真的不打來的時候 你反而會慌 我想說不對... 我就坐了原班車到公車總站 直接說路車 我說不用 我要再坐回源頭 他說這樣 你在地上的這樣 然後這樣繞一圈以後 又開回內湖 我想說回去完蛋了 應該祕密會很生氣 結果我這樣一開門 發現她沒有生氣在那邊看電視 來 妳回來了這樣 終於沒事 我就完蛋了... 這應該扯到她底線 但問題是她沒有生氣 其中必有詐 當一個漂亮的女人 對你笑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的注意 特別小心 因為她一定有事隱瞞著你 結果果然 我就把女兒放下來以後 然後去拿個飲料喝一下 因為口很渴 結果一打開那個冰箱 一進廚房 我想完蛋了 原來她出招了 因為我有買了很多的香檳 放在那個冰箱裡面 結果我出來開冰箱的時候 發覺那些香檳的頭都被打開了 然後打開以後我一看 不是有那頭喝的氣 無頭香檳 然後裡面不是都有氣泡嗎 那氣泡的氣都沒了 然後一瓶都一兩千塊的氣泡氣都沒了 我這樣氣到很氣 但是又不敢跟她講說 你把我的香檳怎麼了 因為那香檳真的是還滿珍貴的東西 還是她在暗示你 就是我放棄你了 放棄你了 有可能 沒氣了 沒氣了 放棄了 對 她只是 但後來我這樣很忍住 你把我的香檳怎麼了這樣 她只是悠悠想說 沒有 我以為那個是一般的氣泡水 我就打開了 但是喝一口後覺得有酒味 我就沒喝我就放著 不會 沒事吧 我就說 沒事 沒事 對啊 因為你不在 我都不知道問誰 所以我就把那個打開了 口好渴 但我也不能喝 我說好吧 那下次小心一點 以後我就再也不敢 沒事亂出門了 然後如果要出門的話 也記得說電話打開 老闆才出來 你自己 要換的話 你自己試試看 下次試試看 一個人 不要帶女兒 我怕是一個人回去以後 這個鎖都換了 所以還是要帶一個人 有一些Yubi的Yubi 其實也是有所顧忌 對 有所顧忌 對 要小心很小心 回去老公也換了 對 連續剛剛的問題就是之前 我又踩到咪咪底線 就是喜歡小酌 因為之前喜歡小酌這檔事情 誤了滿多事的 就是我身體上受了很多的 這些創傷 生理跟心理的 然後後來因為有小孩以後 也比較累了 然後所以就從每天喝 到現在一個月才喝一次而已 已經改了很多了對不對 但我後來發覺 喝酒這檔 小酌這檔事是這樣 你越不喝 你的酒量就越差 以前每天喝說 酒量好好 千杯不醉 這樣一瓶來都沒什麼大關係的 後來一個月才 柳柳放鬆一下的時候 喝個兩口就失意了 喝個兩口就失意了 所以我覺得說 喝到假酒 沒有假酒 因為工業酒質 對 就是那個酒量也很差了 所以我就覺得說 那盡量乾脆都不要沾就好了 咪咪也覺得這樣很好這樣 但有時候就是 難免會遇到這個狀況 就是我們那時候 就當我們鄰居 就是我們隔一個公園 對面那邊 一個里長伯那邊 在那邊聊天 下棋 對 然後咪咪就跟那個女兒 要回家洗澡 她就先回來 她就跟我講 那妳就在那邊聊天好了 結果我一走以後 那個里長伯也很開心 我知道妳動很久了 來… 動很久了 對 就來一口 不要… 一口就好… 就很難拒絕對不對 然後就這樣一口 我後來那喝完一口 那是我最後的記憶 因為下一個記憶 我就已經隔天躺在床上了 怎麼可能 然後睜開 而且感覺長 那是酒還是毒藥還是什麼 那真的是酒 所以我說真的是 太久沒喝 所以我會還是要訓練 前包那些都還在嗎 沒有 重點是我 躺在床上的時候 我全身是赤我的 你上坡怎麼了 對 但是我覺得赤我是好事 因為表示說 我還記得 沒有 重生 還近身這樣 沒有 至少我記得回家的時候 上床以前還有洗澡 我說我還有洗澡 那應該沒錯 應該OK這樣 沒事… 但我才一下床完蛋 因為我踩到下面 我昨天的那個衣服 昨天衣服上面全部都是泥土 會丟在那個地板上 然後褲子也是 然後後來我一摸我的背 我的背也是 整個都是好像被燙傷還什麼 就是有那種 紅紅的那種 小可跟她親密合照 Ban氣炸啦 我讚有欲很強 為什麼手機裡面 要有別人的男人的照片 小可那次還是直接拍了之後 馬上上傳她的個人臉書 認識 因為她上次很好聽 而且她靠那麼近 靠那麼近耶 這個表情 然後這個表情 這旁邊應該是我才對吧 為什麼是她 而且她褲子都動 然後她是直接